各位網友早晨,今天先來一次GG短評 因為看到一宗這麼好笑的新聞,我真的想獨立擺出來,讓大家都開心一下 這宗新聞不是這幾天,其實之前也有看過一宗新聞報道 但是覺得又未去到說一定要說,就先由他,笑了就算了 但是看到校長回應,大家知道了,公關災難通常都是來自回應的 即是不睡巢,通常都是不睡巢的 我覺得挺好笑的,大家也知道了,一說宗教教育,我就很想說 我也明白,你在這個環境裏面,華人是很不習慣出來公直斥其非的 是比較少的,所以為什麼網絡文化會變得這麼有趣,這麼重要 因為在網上我們可以暢所欲言,當然暢所欲言也不一定是好的 可能會有罵戰,有誹謗,所以我就拿一個平衡 很明顯現在香港是側向一邊的,香港現在就絕對不是太過暢所欲言那邊 香港現在就是萬賴無聲,所以這些教育,這些宗教,這些全家產 總要有人出來說的,所以恕我就口癢了 今天招呼誰呢?就有個福建中學,他就是福建中學 他就不評擊這間學校了,評擊校長算了 這個福建中學校就不知什麼事,在開學日就想了一條絕招 就說要學生去體驗一下校道這件事 為什麼要體驗校道呢?就是剪指甲,按摩,跪地斟茶 當然就在現在這個社會裏面就立即成為一個很大的議題 在這個網絡上 也都說,我想可能收到很多家長的反應 或者很多不同人的反應 這樣呢,這個福建中學校長就叫做徐歐爾華 除歐爾華,即是這位 就出來接受訪問 然後又出籤字文去解釋 通常這些解釋都是全家產的 就去反駁這些評極 這些集節目裡面 除歐爾華,或者福建中學,你們的師生 可能你去到現在都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有沒有問題的話 我告訴你,當然會有問題 但如果你就算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聽一下我告訴你為什麼反應這麼大 為什麼反應這麼大 而你們是... 但是在結論來說,我才說 你覺得沒有問題就繼續做 就繼續做 對嗎? 有些事情你問自己 你覺得沒有問題,你每個月做一次 就繼續安排,就繼續跪 我覺得同意,也沒所謂 其實我贊成 我贊成 你就讓香港的家長知道 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搞成這樣 我覺得好事 之後就扣頭 以前校道也扣頭,你不扣頭? 但之後呢 就跟長官扣頭 就沒有了 歐徐、歐、義華 你也不知道 你們在顯示一種什麼的意識形態 OK 我今天就和你們分享一下 究竟有什麼問題 以及為什麼反應這麼大 如果你也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我呼籲你繼續做 我支持你繼續做 對嗎? 等於這個政府這樣 說你不聽的 你是要這樣防疫的 你就繼續做 是不是? 偉大強國的 你是要這樣搞經濟 你看看今天的股市 好了 今天說回這個 就是由唐籍之小學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由唐籍之小學的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究竟是不是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隨便吧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隨便吧 可以完成一些孝道任務 我們看看照片 就是這些 針茶 剪指甲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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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引起廣泛關注 他就想在情郎第一天出發 解話 就說不是要求每天下軌 就說這個活動是唯一一次的 唯一一次? 你老公出軌你一次 唯一一次 他沒有想到學校活動引起全城討論 那就是因為李昂狗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他說現在明白了 原來校道是有爭議性的 這些是不奮巢 再說一次 你不奮巢就繼續做 校長 我對這些誤人子弟 大部分都是 教師校長 一個是教師校長 一個是神職人員 個個都自己 因為有一個額外光環 在現在香港 這個完全不平衡 毫無約制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覺得自己對 對吧 這樣就不要緊 繼續吧 好了 他說原來校道是有爭議性 有什麼可以沒有爭議性 自由也有爭議性 民主也有爭議性 是不是? 我沒有想過人權會有爭議性 我問你 除歐二華 六四有沒有爭議性 六四沒有爭議性 不是 二次大戰有沒有爭議性 二次大戰沒有爭議性 一定是 一定是 這個 主戰局是不對的 對不對 你不要想 除歐二華 我問你 二戰有沒有爭議性 一二戰 是否德國不對 是否日本不對 沒有爭議性 真的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沒有爭議性 你說 日本秋謀沒有爭議性 一定是日本不對 雖然毛澤東是多謝日本的 OK 好了 我問你 八九六四有沒有爭議性 是否中共不對 你敢不敢說 你不敢說 所以有什麼可以沒有爭議性 在我們眼中 七二一有沒有爭議性 沒有爭議性 警黑勾結 八三一有沒有爭議性 畜龍亂打人 你敢不敢說 你就不敢說 所以不要假裝了 原來孝道也有爭議性 我也想說 原來警察是要保護市民 這件事原來有爭議性 原來市民有人權有爭議性 原來香港應該有民主自由 是有爭議性的 不要假裝了 明白嗎 什麼都扯到這裡 現在全香港就是一個政治性的地方 是不是 如果不是 怎麼會說一句話 叫幾個字就會被人抓 OK 是政府令到香港有爭議性 不要賴什麼市民 有什麼自由 就是沒有限制 但是約束自由也不是沒有限制 這個是村長說的 每次都要說 村長這句話 說得很有智慧 我覺得 好了 他就說 還有一個學生要接受華孕體驗 不要管他 他就說 先說說他在節目上怎麼說 他說這個活動很輕鬆很歡欣 你看一下那些 喂 我們看那些什麼 紅衛兵都很歡欣的 哈哈 你不明白嗎 你不明白 你就是不明白 我告訴你 我們看你這些畫面 就好像我們看紅衛兵 你看看紅衛兵 你看看紅衛兵 很歡欣的 華民為大家 毛蜘蛛 紅他人 都是很歡欣的 就是這樣才害怕 明白嗎 我們看到一群洗腦活動很歡欣 我們更害怕 我現在告訴你 我們的觀感 好 第二 他說 同學和家長自願參與 自願參與 自願參與 唉 被拘捕的是不是自願認罪 現在 他有得不自願參與嗎 是不是 現在被 喂 你要明白什麼是自願 你這樣搞的活動 學生可以 學生 我想說 徐歐二華 你連人性 都不知道 你連學生怎麼想 都不知道 因為你本身 自己是一個權威 你自己是一個權威人士 或者叫做 你本身是一個 有權力的人 然後 體育款 你也是依附中共 你也是親共的 你也是愛國的 你依附一個 極權的社會 你沒有資格 講自願 自願 你明白嗎 因為你根本沒有機會 讓學生說 不 是不是 你沒有機會 給 這個極權 不會讓市民 有反對聲音 的話 我當然是自願 我都沒有選擇 是不是 還有 還有 如果學生是自願 家長更恐怖 就是自願做這樣的行為 更恐怖 正如人們說 愛國自不自願 當然自願 那你是不是覺得恐怖 你明白嗎 我猜你也不明白 第三 他說 網上很多人介意 原來貴這件事很大件事 不大件事 你貴吧 你一看到警察就貴 你那件事 沒有分別 你就是不明白 學生這樣 無故離頭和家長貴 之後 和以前的帝制 就沒有分別 一看到高官就要貴 哎呀 你又不是啊 你不是這個意思啊 怎麼會不是這個意思 無離頭貴 什麼 無離頭貴 開學又為什麼要貴 我們說體驗 那你不用體驗外主席嗎 喂 體驗一下外主席 是不是 你找個校長在那裏 就大家貴校長 然後貴長官 然後貴皇帝 為什麼你體驗一樣 不體驗一樣 是不是 原來貴這件事很大件事 你貴吧 你貴給我看 你試著貴在那裏做節目 不大件事 你貴吧 你人生有沒有貴過 不要說你結婚的時候 那些不算公開場合 那些不算公開場合 那些學生是公開的 你拍一條片 你公開跪你父母 弄一張照片出來看看 你這麼孝順 你學生 新教 你應該同意 新教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你覺得應該要學生貴 好啊 接下來母親節父親節 不要等父親節 你這班教師 請了父母來 來到這個禮堂 你貴你們的父母 針查給他們看 我就贊成你們 即是宣揚孝道 你敢這樣做 你就不會這樣 是不是 你就不會這樣 收傾檔 孝道 你覺得你們很孝順 是嗎 是嗎 那你憑什麼 覺得這班小朋友 平時不孝順 是嗎 是嗎 好 最後她說 我們都醒一醒 原來是這樣的 你就不要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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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我們沒有覺得很大件事 不是第一間學校去做 哦 OK 不是第一個殺人就可以了 所以中共就覺得自己沒問題 是不是 搞錯啊 這麼多國家去打壓人權 去集中贏 為什麼現在說我呢 其實我覺得很恐怖 這個校長 這個隨歐而言 但是如果你有聽這個節目的話 我絕對支持你 我是希望所有學校都像你這樣做校長 這樣就令到所有香港人終於清醒了 在極權之下 香港教育就變成這樣了 是不是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不過不想走 不遠走 是不是 走不了 那你的存在就令你走快一點 所以我很喜歡 我很支持你們 正如我很支持李家超 我整個特區政府都非常支持 我覺得很好 你們現在搞到教育這樣 我覺得很樂見 我覺得 很樂見 不是第一間去做 這些思維 不是第一間去做 我不是第一個肥 我也不是第一個肥佬 我拿零分可以嗎 蛤 很多學生拿過零分 我拿零分可以嗎 我們不要覺得很大件事 我都覺得讀書肥佬不是很大件事 可不可以肥佬 茶禮不是一件罕見的儀式 他認識朋友 有每年新年的櫃茶拿利是 那麼這個活動裡面有沒有給利是 你懂得說 新年嘛 他說要用刑於外的方式 帶出尊敬父母 不就是形式主義 你自己都承認了 嘩 真是吐血 你憑什麼東西教書 你憑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的人去做教育 你做校長 我真是救命 第一 第一 不知道社會的氣氛現狀 第二 不知道學生的想法如何 第三 竟然用一些 人家都做了 還可以說 我們都不覺得很大件事 全部學生肥佬 可以嗎 我都覺得肥佬不大件事 你不要罵 可以嗎 然後還要自己主動做形式主義 所以 一些這樣的人 可以做校長 就因為 這樣就明白了 現在就是這樣的人才可以出來教 才能上位 是吧 那麼對於警察活動裡面 他就說 從今以後我會好好孝順你 他就說 這件事只不過兩個老師都是結婚不久 整個腦袋都在想這些事情 應該是婚禮上的事情 這樣嗎 那叫一兩個男女學生夫妻交拜 那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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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剛剛新婚完之後 看到一個女同學很棒 我去搞她 可以嗎 很低能 什麼藉口 他說 電台就指老師說笑 我說笑 我指著兩個男女學生 說進去洞房 說笑而已 可以嗎 主持人問他 凸骨和剪指甲是什麼回事 隨歐二華說 一向教導小朋友 愛是要講出口要行動的 那就是想一些簡單和小朋友可以處理的方法 對於要求小朋友白 這些不特別說了 OK 主持人問他有什麼吸收 他說這件事學校學了很多東西 他說原來很多人對校道有保留 再說一次 不是對校道有保留 我最後才解釋給你聽 好了 接著他出了一篇千字文 這邊就叫做 就叫做 福富家說 福富家說 通常這些 我們都看著 看著這麼多公關事件 你一天他出這樣的文 他就不認自己錯了 OK 好了 快快去說 先說一下 他回應和批評 先說一下重點 他說下季表達尊敬 不應理解為屈辱和屈服 不要說是應不應的 我想問你 看罰你怎麼看 看罰父母也說 純粹是表達他覺得兒女做得不對 而且想教他 你也不應該表示是要暴力 我這樣說可以嗎 你明白嗎 不是你施語者 去說應不應的 是我們觀察者 接受者 學生覺得應不應的 第二 他說 龐白那句 你稍後再說一說 也表示 啟動例子一個開始 選擇十句金句 引起家貨冊 我印金句就可以了 你真的很喜歡認識主義 你真的很適合共產黨 尊重認識主義 共產黨每個人都說 各官都要清廉為民 有誰不來貪污 真的 以下是福父家書的傳聞 福父對社會熱烈的回應 首先有很多媒體報道 收到很多不同意見 他說樂見是引起廣泛討論的 其實反送中也很成功 因為引起廣泛討論 真理就會越變越明 他就說 這個是讓學生走出自我第一步 走出自我 看見父母 然後學會關心其他人 尊重其他人 禮儀的認識設計可以隨時增減 孝順在西方也很重要 天主教什麼什麼 我又是星雲大師 我喜歡看星雲大師 你這樣說就是 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 孝順什麼都說 孝順不用你教什麼 不用你說什麼 孝順 孝順是誰都知道 誰不知道 他在中國古代下季 你也認識了 中國古代下季是一個極度尊敬的禮節 亞洲很多地區都奉行 在香港的通俗文化都可見 婚禮、宗教、拜師 我們也知道下季可以有屈辱和屈服的含義 但用於對父母表達敬意下季下奉解 當不作此解 你說 你一個批評有個老師 我們叫聲父母喝杯茶 正所謂茶到口甜到流 添福又添手 從今以後我會好好孝順你 你說怎樣就怎樣 當時大家都笑一下 我們都 此少老師就是孝道的大琴佬 因為負責設計活動的兩個老師 剛剛結婚 腦裏面就想一些婚禮的畫面 還覺得好笑 相信很少人會在婚禮上說一句話 就一輩子成為老婆老爸 你自己也承認是認識主義 說一句孝順 難道真的孝順嗎 是不是真的這個意思 他說整個活動想學生體驗傳統禮節 批評者可能想多了 即是我們不對 我們不對 是我們想錯了 絕對是 你繼續做吧 除歐什麼義 除歐鳳怡 忘記了什麼名字 你繼續做吧 我贊成 你夠膽再做多一次 下個月開學 除歐以華 我們想多了 你再做吧 好了 還要拋輸包 孝頸什麼的 還有 一直以來 外奸多對福建兩字 有所誤解和既定印象 抹殺一眾老師在過去的努力 也實在不公平 相信 在讀我 再讀我校的家長就會明白 我們做為何什麼事 福建兩字 等等 即是 第一件事 即是 所有家長 如果你家長 正如 現在選擇學校也不容易 雖然現在多了很多選擇 但是明白 現在 在香港生活也不容易 你還要做家長 可能 你找一間學校 你要兼顧價錢 他的朋友 學校的環境 有多近你家 有多方便 有沒有 等等 所有客觀條件等等 但是 如果你知道有問題 你最後跟小朋友說 我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是沒有問題 你欣然接受的話 你是父母的話 你去陷害家產 你憑什麼 你有什麼 你這樣去教子女法 對吧 所以你看到八九六四 你見到七二一八三 你就目動於衷 那麼 香港便活該死 第一件事 譴責的 當然是覺得沒有問題的家長 對不對 正如 為何中國搞到這樣 中共搞到這樣 中國人就是這樣 是不是 為何有這樣的學校存在 如果我是 假設是家長 第一 我用一個最典型的香港人 就是先不參與 是不是 如果你是比較 如果你是外國的 你簡直會 直出其非 跟校組 這樣說 這樣搞不定 這樣搞得很有問題 很大爭議性 是不是 結果 因然接受 父母很開心 是不是 這樣 就該死了 是不是 好了 我現在到最後 解釋給你們聽 為何這件事 這麼有問題 靠信當然沒有問題 是不是 為何會想起餘校 你一定要想起現在的環境 OK 貴呢 是一個很重的禮儀 在現代這個社會裏面 你都會說 結婚才會擺 一年一次 不是 說錯一年一次 可能你一生人一次 是不是 還有那個是甚麼意思 那個是你娶老婆 或者是你嫁老公 是不是 還有 長輩是要給你禮 你明白嗎 為何那一刻會貴 為何那一刻會貴 為何那一刻他可以在上面 為何他要回禮 你明白嗎 你說禮儀 你說禮儀 你知不知道為何長輩是要給禮事 要給禮物 因為長輩 長輩 要做好長輩的事 才有資格 去接受這個這麼大的尊敬 你明白嗎 如果長輩做得不好 這個就爭議性了 現在香港的問題 就是 你還在說 你還在走向以前的 君要神死神不能不死 父要子亡的實際 子亦不能不亡 你是不是在走向這種 現在就是在走向這種 我告訴你 現在是在走向這種 警察說甚麼都對 天子說甚麼都對 中立權說甚麼都對 政府說甚麼都對 現在是一個如中的社會 現在是一個如中的社會 不容許任何反抗 即是君要神死神不能不死 要你跪就跪 是嗎 要你限聚就限聚 防疫就防疫 不出街就不出街 不讀書就不讀書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任何指向如中的行為 當然是很大的反彈 你明白嗎 明白嗎 好啊 第二樣 那 那 你是說這個 先說 再說自願 現在就是 他可以不自願嗎 喂 你父母叫小朋友去的話 一定會自願的 是嗎 好了 這件事裡面 你可不可以做得 如果你覺得沒問題的話 我就問你 子女 要用這些方法體驗效度 為甚麼大人不需要呢 這就透視到你們那種思維 就是你覺得大人一定對 這就是掌官思維 家長式管治 你憑甚麼 告訴我 你們比這班子女 更加孝順 你明白嗎 你有甚麼資格 你憑甚麼覺得 你會比這班小朋友更加孝順 你叫父母 你跪給他們 一起跪 你跪的話 我相信你也是孝順的 你也沒有跪 是不是 你自己不跪 為甚麼叫小朋友去跪 OK 所以 這件笑料 就說到這樣 就是 香港的教育美金 現在就是這樣 在一個 一個現在一個 餘中的大環境之下 你要去那班小朋友做些餘校的行為 然後 你當然覺得沒問題 因為 你是擁有權力的方法 是吧 這樣 有這些笑料 真是好的 就是引證我們 引證我們的大方向 是吧 我就樂見更加多的學校做些愚蠢的行為 繼續做 做得好 今集GG Channel差不多 希望各位網友繼續支持 待會一點點Live再見 謝謝 拜拜 加入我們的GG護員 收看玻璃電視台 讓我們來看 Ohio 我們在大灣區的業主 大家跟大家講 香港全國的市民的講聲 和勸語的 我們血本無歸 我好惨 感謝國家 感謝黨 感謝青海政府 為咱在國際的共產 我們要求B店回家 參議員太難了 真的是在杜劫 在處罰了以後 要影響你的生態 只需要5月15或25元 加入我們成為GG會員 收看玻璃電視台 一起見證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